hello大家好 我是游灵 欢迎来到全面摘着目的气 好久没有玩断桥PK赛了 这期我们用官方版的雷神 来和其他一些远程兵种 在断桥上 PK一下 双方都是30名 第一场来PK一下虚空射手 雷神准备召唤闪电 虚空射手还没有做出射击反应 一大半已经被打到了空中 剩下了很多弓箭 还有一些雷神是掉了下去 你看这些弓箭还停留在空中 他们就已经全部阵亡了 第二场是30名超级攻守 同样召唤雷电 没有来得及射出弓箭呀 哎 射了出来 他们人虽然被炸飞了 弓箭还是不停的在射击 但是雷神丝毫没有受到损伤 好像只有一名挂掉了 这个闪电非常的好使 又是真假雷神的环节 虽然这两个家伙之前打过几场 但是在断桥上没有PK过 来看一下30V30 他们的战斗结果究竟如何 弹回去弹回去弹回去 没用 小锤哥非常的执着 这边闪电被影响了 精确度不是很高 官方雷神这边 已经被电死了一大半 战斗结束 太快了 30名乌鲁 来丢斧子 全部弹回来 一阵闪电 已经所剩无几了 没有用 全部弹掉 30名忍者大师 打不进去 一阵闪电 全部秒杀 接下来咱们要使用一些 比较厉害的莫德兵种 30名西部狂徒 看一下西部狂徒的强龄弹雨 能不能击破对面的雷神小队 咱们又是损失了一大半 雷神这边没有什么损伤啊 看看能不能坚持住 这样一个拉锯战 第二轮的闪电又来了 还好 第二轮的闪电 咱们这边损失 是不是很大 好 进入下一城 开始短冰相接 双方各有优势 你有从天而降的闪电 我有从天而降的子弹 哦 双方兵力 剩下的都差不多 哎呀 有一名西部狂徒掉了下去 哇 这两兄弟配合的造型太帅了吧 咱们比赛继续 30名守雷兵 看一下守雷能不能及时丢出去 哦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丢了出来 看下爆炸效果 起爆 能击杀多少雷神 干掉了一半 差不多一半 接下来的第二轮电机 估计是挡不住了 咱们可以操纵一名 别下去 咱们站 站在上面丢啊 丢一发守雷 哎呦 还没等这个守雷引爆 我就被电挂了 30名德军士兵 德军士兵的这个子弹 之前我们用幕府将军来测试过了 幕府将军是无法谈反的 看一下雷神能不能弹掉 哎 雷神也是弹不掉的 漂亮 不停的扫射 但是没有打死多少 哇 这波闪电 就剩下一名士兵了 没用啊 雷神比较扛打 咱们接着来看神圣攻守的表现 弓箭全部弹回来一阵闪电 还有一排士兵 现在剑雨下来了 哎呀 也没有击杀多少啊 就一名雷神倒下了 追着打 再来一发剑雨 没机会了 哎 有机会下来了 但是都被化解掉了 同样是神圣军团的士兵 天堂之矛 几乎是同时出手 但是天堂之矛 还是慢了一拍 击杀了不少雷神 还有机会吗 啊 我们这个天堂之矛 的射程非常的远 但是他们的闪电 也是非常的远 这一仗 不好说 结果不好说 要看他们的站位 接着投锚 为什么不投锚了 哎 投呀 赢了 上面还有吗 也是没有剩下多少 险剩 30名使用烟花弓箭的 狩猎女神 看一下雷神 能不能挡得住 射击的速度非常快 雷神的闪电 还没有下来 很多雷神 都已经上天了 小卡一下 因为雷神的闪电 下来了 慢了很多拍 如果这个雷神的闪电 快一些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同伴被打上天了 哦哟哟 没有多少雷神了 这个胜负已经很明了 飞在空中还在电 还有吗 这边还有一名 没了 全部清理干净了 咱们用30名可以魅惑的士兵 来和雷神玩一下 魅惑的小圈圈 放出来 雷神的闪电也是跟着来了 大部分的雷神都是被魅惑了 形成了一团 虽然咱们没有实质的攻击力 但这个魅惑的效果实在是太好玩了 旋转着上天 不停的释放闪电 我追了过来 还有很多是掉了下去啊 再来继续魅惑 好样的 后面还有 不行了 他们开始释放闪电了 来不及了 雷神在断桥上面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 电不到 咱们在空中啊 飞在空中 你的闪电对我们无可奈何 没有任何效果 自己操纵一下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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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太兴奋了 掉下去了